今天三月份西藏全面启动了包虫病综合防治工作方案 成立了包虫病综合防治工作指挥部 那么究竟包虫病有多么大的危害呢 该如何来防治呢 包虫病是一种远古的传染病 是急求掏虫幼虫寄生于人和动物体内 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寄生虫病 在牧区主要传染源是狗和狐狸 成虫寄生在狗的身上 虫卵随着狗粪排出 污染了土壤、草地、水源和狗的活动场所 如果不注意卫生 比如不洗手、喝冷水都容易患上包虫病 而在西藏、青海等藏区 因为包虫病流行广、患者多、中间宿主多元 以及传统落后的卫生习惯等 使得防控特别困难 饭前一定要洗手 用肥皂把手洗干净 再吃饭 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摸了狗 拳摸了以后一定要洗手 还有就是规范、土宰 这个很重要 从那一旦吃进去 就开始发生包虫病 主要是这个就是健康教育非常重要 人一旦得了包虫病 寄生虫会侵蚀人体器官 患者非常痛苦 包虫病一般在人体肝脏发病 俗称肝包虫 也有脑包虫、肺包虫、骨包虫等 此前传统的内囊摘除治疗法 往往治标不治本 复发率很高 过去我们是用传统的 就是手术方 瑞朗摘除的一个传统的做法 这臂病呢 就说是污染性很大 因为肝包虫本身呢 一旦你不规范做的话 它的复发率很高 为了提高手术标准和治疗效果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 解放军第302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和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20多名专家先后进葬 举办包虫病外科规范化 诊疗技术培训 建立包虫病治疗中心 专家们还提供技术帮扶 留下了一直带不走的医疗队 加上先进的医疗器材 当地的手术水平得到了提升 那么这个手术呢 护上了又有肝 肝包虫手术呢 外郎摘出的时候呢 它可以把那个血管 胆管分得特别清楚 你用了这两套器件的话 基本上 出血很少 据了解 今年西藏安排了150张 专设包虫病手术床备 计划完成1600多例手术患者 包虫病患者筛查与治疗 均实现零支付 对于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 包虫病患者 可以通过药物控制 是虫卵钙化 控制病情 此外 西藏还建立了34个流浪犬收容站 并实行家庭养犬登记制度 免费注射狂犬疫苗 给狗吃驱虫药 并给狗粪消毒 对新生羔羊进行免疫等 从源头上控制传染源 从源头上控制传染源 进行免疫苗 请问一下 那边编辞计准备